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一名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会计师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新盘减价的视频总结 最近有些媒体还有经济地产公司都在跟大家汇报着一些疫情期间美国房价的变化 真的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美国地产价格不断反升,销量但是下降了 有人说在罗杉矶市场上暂时没有好的房源,价格所以就不太好谈 还有人说新房的价格其实是可以有一点点浮动的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些都不是很全面 那么作为一名broker的角度,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对于美国新房市场的一手现状的看法 那么现在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现在离开建商到第二个季度末还有7周的时间 那这7周应该是建商最需要业绩和财报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提供打折还有好的房源的一个时间段 也就是我们买新房可以抄一下底的一个很好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能解露的地方就是部分新房开发商 因为有的开发商啊,他们手里有在盖的房子 或者说是在未来5个月内可以完成交房的房子 那么这些房子呢,我们称作为新房建商的库存 大部分大中型的建商公司呢,都是上市公司 那么如果有玩小股票的小伙伴可能会多少了解一些啊 美股的这些上市公司呢,他们的股票,股价和他们的财务状况 销售业绩是十分挂钩的 当然呢,作为上市公司,他们要维持股价,让股东满意 他们一是要会提供好的故事,描绘很棒的蓝图前景 另一方面呢,他们必须要有好的财务状况和销售业绩 建商上市公司为了6月底截止的,今年度第二季度财务报表看起来棒棒的 他们呢,就要想尽办法来收回,收钱回账,减轻外债,减少库存,增加业绩 那最简单的办法达到这些目标呢,就是卖掉他们手里的库存房 而且呢,要不惜一切的代价 那么这段时间左等右等,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些机会 记住,这个机遇呢,会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 因为当开发商卖掉打折的,一批的这些房子 他们的下一次大降价呢,会在半年之后 也就是年底的事情啦 那么我近期呢,也会多多关注 前面介绍一下最近减价的,所谓超底机会的新盘的好房源 那么新盘的降价更新呢,也请大家多多留意我的微博 微信,油管,头条,BJ,还有小红书的通知 谢谢大家,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呢,记得关注我 我是Mina,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